大家好,我是小安 每天分享不同的精彩养生知识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身体的垃圾毒素对异的比较多 那么就会导致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并且会出现中用的不适症状 我们就要好好的养生保健 杜绝一切坏的生活习惯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壮 今天给大家分享 能够排干肚,排肾肚 排出身体垃圾毒素的一道非常好的药膳食疗方 准备一颗苹果 苹果是很多朋友们供应的一种水果 苹果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大 把身体里面所有的不是垃圾毒素排出体外 就很好的排毒的一种水果的美成 苹果的口感 甜脆可口 汁水又多 咬上一口嘎嘣脆 越吃越香 老花经常说 一天一苹果 一生远离我 由此可见 苹果的营养价值是极高大 所以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要多吃苹果 每天吃一道两颗 当作水果吃 非常不错的一种营养食物 苹果的表皮很脏 我们来一点食用盐搓一搓 食盐能够减着那杀菌消毒 去除农药残留 张洗过后的苹果比较干净 而苹果皮也不要去除 苹果皮是很好的含有果胶 带着果皮裹肉一起吃 营养更好的释放出来 苹果我们需要改刀 先把果壶去除 这个果壶很燥热的 一定不要食用 准备一块红色的地瓜 地瓜口感不用多说吧 甜甜糯糯的 无论煮着吃 蒸着吃 烤着吃 都是很好吃的食物 地瓜含有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 还有蛋白质 都是含有营养的价值 我们吃地瓜 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 平日身体的毒素垃圾很多 那么我们选择吃一些地瓜 可以很好的去除清除 身体的脏东西 毒素 地瓜 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 可以包装 也可以做点鲜 特别是点鲜 很多人都爱吃的 又软糯又好吃 我们大约准备一小块 200克的料 我们把地瓜改刀 切成滚刀小块 夏季很多人爱喝绿豆粥 可以清热又解暑 解凉 很不错的一种食物 我们包一点绿豆粥 放到冰箱 然后来点冰糖 这样喝一碗绿豆粥 特别的凉爽好喝 很多时候也很多人爱吃绿豆的雪糕 真的是很不错 凉凉爽爽爽的 绿豆能够解白毒 解酒毒 解军毒 解老鼠药毒等等 所以绿豆有很好的排干毒 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的作用 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很多营养 都是能够去除身体多余的杂质 脏东西 灰尘 是解毒的好帮手 绿豆分为是毛绿豆 还有是青绿豆 两种绿豆 营养都比较丰富 我们把绿豆抓洗干净 绿豆看似干净 但有灰尘 洗锅之后的绿豆 吃得更放心 绿豆很坚硬的 我们洗完之后 用冷水大约浸泡两个小时 或者是不需要浸泡 那么煮的时候可以多煮一会儿 煮至软乱 这样营养更好的释放出来 生姜 紫姜 都是姜 但是营养是不同的 老样的营养比较丰富 姜含有的 山式纤维 维生素 营养是比较全面的 生姜的口感辣辣的 但是很多人爱吃 因为生姜 可以很好地排出身体的毒素 脏东西 又能够缺寒暖胃 老人经常说 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夏天这个季节 就要吃生姜 因为冬天天气还冷 秋天天气干燥 冬天季节呢 虽然温暖 但是会有凉意 人的身体会侵入一些寒气 这个时候 夏天 我们就要下制 可以吃生姜 泡生姜茶水 加入红糖 冰糖 可以暖身暖气 把身体里面的毒气 脏东西 寒气 排出体外 这样我们的生姜的营养 更好地释放出来 身体能量 机能 更让它挥发 把身体 所有不好的 湿气 寒气 排出体外 这样身体 特别的强壮硬朗 把生姜 切成薄片 准备两三片 即可 不能太多 红枣 含有的 钙 铁 维生素 蛋白质 都比较多的 吃红枣 可以补亲补血 美容猪眼 爱美的女性 可以每天早上起床 直接吃三颗红枣 或者用红枣泡水喝 再或者可以包住的时候 放几颗红枣 又能够增加口感 而且可以使我们的皮肤 红润光泽 气血充足 身体强壮 红枣 是可以很好排干度的一种 养生坚果 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 因为红枣含有的 三式纤维 维生素 都是能够提供能量的 并且 还能够把身体的 脏东西排出体外 特别是 干度堆积比较多 夜里经常熬夜加班的 干度排不出去 那么可以泡一点红枣茶水盒 可以把干度 迅速地排出体外 使我们的身体 更加强壮 胡萝卜大约准备200克 这个胡萝卜 是我们的地里面刚采摘出来的 特别的鲜的好吃 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还有蛋白质 营养比较全面的 我们吃胡萝卜 可以为身体补充机能 胡萝卜的口感 既脆爽又好吃 把所有食材倒入锅中 搅动搅动 中小火焖煮10分钟 苹果绿豆排毒汤煮好了 不需要放入任何的调味品 苹果红枣都有甜味 喝起来甜甜的 特别的好喝 我们要经常喝一喝 每周喝三次 把我们肾脏一些垃圾毒素 排出体外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身体 特别的强壮有力气 身体轻盈 切得好睡得香 这样做好的食材粥 做法比较简单 但是效果可不一般的 兰华经常说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吃一些食材 要比吃一些药物更管用 没有任何的负担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终于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